多謝代主席 另外如果受到歧視的話 香港人就可以去評機會 亦都是一個專門 是獨立的運作部門可以去投訴 但澳門我們兩者都是沒有的 這裏是需要說出來 說明不是說真的 警交會澳門和香港去對比 就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講到安全 我聽到很多安全 無論是想必須現 安全和安全 我也有個問題想帶出來 就是關於安全 究竟我們的紀律部隊 離職了之後 因為他們是受 2007年釘薄之後 警務人員或者紀律部隊人員 他們安不安全 一點都不安全 為什麼不安全呢 因為一離職了之後 什麼都沒有 所以他們一向無論在 公務人員或者紀律部隊 司長的環節 他們都很期待 離職了之後 仍然有房屋津貼 和年資津貼 當然司長一定會說 這個範疇不關我的事 這個是陳司長 但是他都會問你的 這方面 需要說明一用的就是 紀律部隊是一個很特別的 他們24小時工作 7天 一年365天 不斷在這裏工作 他們不是機械 他們是人 是人類來的 他們的消耗很大 所以才知道過去 是有10加2 有些提早退休的措施 來去幫助他們 其中一個原因 為什麼請的都不夠人呢 就是因為離職 個個都不做 因為辛苦 因為沒有人肯做 為什麼呢 沒有歸屬感 好了 看回你今年的 保安部隊的施政裏面 你就說到 就是說 在蒲文的版本 273協裏面 就說 建立一個團隊 健康的團隊 具有挑戰性 和鼓勵他們 有一個歸屬感 其中呢 就說 想令到他們 有一個職業的熱愛 職業的熱愛 怎樣熱愛呢 其實我們回歸 將近20年 一點都不熱愛 士氣非常之差 我們的副主席 現在代主席 他都說過 那個肥雞餐的問題 當然司長又會說 這不關我的事 又會灑給陳司長 陳司長就說怎樣呢 是啊 如果我們做過肥雞餐 25年 有成千多人走 那不行的 這樣一次過走 那誰去做呢 誰去做 是啊 但是有沒有查呢 為什麼這麼多人要走呢 你們有沒有看 為什麼這麼多人的士氣 這麼低落呢 好了 這些又不會理 當然司長 你都可以給意見 我希望你給意見 雖然不關你的事 但是你都有很多文職 也都有很多紀律部隊 是2007年之後釘薄的 說到第二用的呢 就說一下關於文責那方面 文責那方面呢 司長今年呢 2019年呢 在274協裏面呢 說到領導局長 領導層 和前線公務人員呢 一定要負起的責任 一定 如果犯錯誤呢 一定要懲罰 令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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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市民拍小手掌的 所以為什麼現在前線壓力這麼大呢 尤其是現在我們的海域 包括我們填海地 警力 無論海關司警 治安警察局 壓力非常之大 但是你有沒有人性管理呢 每一年呢 一到保安司的範疇呢 就好多紀律部隊人員呢 就會找我了 無論是親自啦 家屬呢 多了好多喔 現在 包括了 互聯網那方面的東西 那其中一件事呢 想和司長講 好似颱風的時候呢 前線公務員呢 他們很辛苦 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們議會很多議員呢 都是讚賞 我們前線公務員呢 做得非常之好 但是有沒有人性管理呢 為什麼呢 有些個案呢 兩夫妻都是你屬下的部門呢 或者不同部門呢 十多年都不可以一起放假 啊 十多年 那些子女都在問著 為什麼爸爸媽媽不可以在節日 過年 法定假期 都不可以一起呢 為什麼不可以人性 這個反應的一個東西呢 就是什麼呢 就是內部的管理 和內部你們所得來的訊息 究竟裡面 為什麼十多年你們都不知道這些東西呢 是要洩漏出來 那第二種東西呢 就是關於 警務 或者紀律部隊 心理學者 我想了解 究竟呢 因為全世界呢 心理學者是非常之重要的 因為要評估和預防發生事 那現在紀律部隊呢 有幾多個心理學者 是可以 有幾多個心理學者 我們這些 部隊人員呢 還有足不足夠 還有他們所做的工作 現在你怎樣去評價 令到呢 真正呢 是可以 體現到 有進步 還有可以預防 萬一有事的時候 不會出事 才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 那 第二種東西呢 就是當然 關於 主管的通則 和守則 行政法務司都說到了 是啊 那去年17年呢 都會說 在四方面 就會修改的 當然呢 司長都會說 這些不關我的事 但是事實上呢 我們那個紀律部隊裏面呢 我們是金字塔 但是那個金字塔呢 是由行政將官 幾個司長 跟著局長 跟著下面 個個都要承擔責任 責任呢 所以 文責 不是只有局長 以下 是行政長官 和司級官員 那對於呢 行政法規 24 2010年 和行政命令 112 210 這些呢 你會不會和你的同事 行政法務司呢 因為今年沒有著墨 如果這樣今年 都沒有著墨之中呢 那即使換句話來說 司長 你不需要承擔責任了 你就 所以我們見到 你怎樣呢 公務運輸司 他要背下 他說對不起 那就是一種問責 那有些呢 就擲擲擲擲 就走過去 我呢 好難接受呢 問責只是 各級以下 各級以上呢 不需要問責的嗎 那我希望呢 你帶回去 和長官也好 或者和你的同事也好 反映一下究竟19年呢 所謂 因為呢 為什麼呢 你看一下 這個我早前也提過的了 那些福利呢 50年不變的 這些 我沒有時間 我沒有時間